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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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來到了 《香港事》 最近美國的人權機構 Freedom House 發表了全球新聞自由度的排名 香港最新的排名 就是全球排76名 在亞洲地區的排名是18名 僅僅高於新加坡、印度和中國 這些地區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之都 在亞洲排第18名 其實我覺得是挺低下的 顯示香港的新聞自由不斷下降 香港的新聞自由下降也是受到很多原因的 《港報》說出 香港的新聞和言論自由 和出版自由正正受到內地 或者本港權威人士的破壞 就好像《尼波》那件事 中國就跨境抓人 然後香港的報社 很多都逐漸被中國的公司收購 例如阿里巴巴最近收購了南華早報 這些都令人擔憂 因為香港的報業 逐漸被內地的機構去收購的話 顯示新聞的自由都會逐漸開始收窄 那大陸的新聞自由有多自由 大家都知道 如果中國的機構 如果香港的新聞被內地的機構收購的話 可想而知 香港的新聞自由會逐漸步向一個什麼方向 大家都明白 還有之前在佔領期間 亦都開始有記者被 無論是示威者和警察 都有襲擊記者 我們之前看新聞看片 亦都見到明報記者 亦都被香港的警察 在巴西裏拉下來 直到向他施襲 這些行為是極度憤怒 是很可惜的 然後報告的指出 有多種跟新聞自由有關的事件 例如佔領期間 傳媒的主席黎智英先生 他在下角度那裏 坐在那裏示威的時候 就被人扔這個動物的內臟 和他家裡的大宅都被人扔汽油彈 這些事件亦都顯示 香港的新聞自由受到打壓 因為開始有很多人向這些傳媒人攻擊 例如之前的劉進度被人斬 亦都發生了很多傳媒人被人襲擊的事件 這些是恐怖的 即是你說傳媒人 就當然是報導事實 報導新聞的真相 但是當有人報導真相 就被人襲擊的時候 香港的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 開始跟大陸接軌 就開始跟大陸接軌 跟上面一樣 上面去揭發三六大粉的時候 去報導那個新聞記者 也都是被人 忘記了被人殺了還是怎樣 最後 不知道被人斬了幾十刀 那個報告也有說到 對於傳媒的網絡攻擊 也都越來越多 很多傳媒的網站 都曾經被黑客去攻擊 入侵 以及有受到襲擊 而這個報告 這個組織的報告認為 這些施襲者 都沒有受到太大的懲罰 所以令人覺得 做出這些襲擊 沒有太大的後果 所以令到他們可以很輕易 這樣逍遙法外 這些也是令人擔心的 所以也都令到香港的新聞自由 排名下降 報告裡面也都指出 香港政府 而修訂這個公司條例 附屬法例 嘗試去禁止公眾 還在公司註冊處 那裡查到董事 那些個人資料 這個做法是令到 調查 報告造成很嚴重的障礙 所以令到香港的排名 就不斷下降 明報又很粗暴地 炒了姜葛元 他的理由還是很荒謬 根本令人不能夠接受 那香港會不會 新聞自由會不會 變成像大陸一樣呢 那就有望大家 一起去守護香港的 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